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好,我是RS香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題目是開源社的第一年 我現在是台大開源社的創設社長 然後也是這次SEECON學生計算記念會的副招 那我个人网站是porum.tw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的Facebook或是Poolown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东西 其实是开源社 那可能大家平常在学校 常看到就是很多资讯社团 那你可能觉得说 开源社有什么神奇的 不过就是another资讯社团在学校里 那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数据 就是开源社在台大有25名社员 然后有9个学校的同学 后来旁听开源社的课程 那最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是开源社的成员 横跨了7个学院 就是我们有文学院 理学院 地质系 化学系 历史系 法律系的同学来 那我觉得这次非常有趣 就是开源社到底在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新的社团 就是以前在台大并没有 类似开源社这样的社团 甚至说资讯社团 其实也是在少数 那这故事要从一开始说起 就是在我刚进台大的时候 我其实发现说学校里面好像 没有像Sikon 或是没有像 例如说台北大拍 或是花莲打拍 类似这样的资讯社群 可以让资讯人彼此分享自己专案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我就还蛮疑惑的 我就问那个刚刚座谈会的语谈人 Richard Lin 林旅强先生 那他就跟我讲说 台大校内里面之前是有Code&Bear这样的社团 就是由硕班学长组成的读书会 那他们确实就是非常开心 是他们每周会有人报告他们在研究什么样的议题 然后和大家分享自己在技术上或是自己在学习上的一些心得 那其实是非常好的 应该是每个大家参加定期聚的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运作模式 不过就在我要进台大的时候他们就要毕业了 所以这时候很自然就讲说 他就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就是如果没有人要创这个社团 那你就是没有人嘛 那就自己去创一个 对不对 所以其实开心社的运作模式 应该说运作时间有一年到现在刚刚好 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在法学院办了我们第一次的创社大会 那在 然后接下来很不幸的就是刚好遇到318 然后就是所有社团事情都停摆了 对 但是反而因为这个原因就是 我们开始意识到说 318的时候有很多 就是类似开源类似学权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帮助社会的 也因此我们在之后办了这么多的活动 那在学校里面就是和学生自治团体合作 然后开始有些成果 那就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点 这是我们在和学生会合作的电子投票的身份验证系统 其实大家以往在学校里面可能 如果学校里面学代会 就是学生代表或是学生会长有选举 可能大家都不太关心 甚至说之前还有一些新闻是有学校会去操控学生会长选举 那这件事情在台大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就是在台大其实大家都很重视这个类似这样的选举 那这个时候公平性就很容易被质疑 那如果因为其实台大的人数大概是3万人 所以如果你是投票率通常是10% 所以如果你是一张一张的纸本开票的话 要开到半夜一点半 那这个时候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事情 也因此就是刚好要推行电子投票 学生会要推行电子投票的时候 我们就和他们合作 然后试图在学校推行 就是用学生证 直接数位就是用NFC感应 然后我们就连线教务处 然后让大家直接就是用交错学习资料 去验证大家的身份 那其实就解决非常非常多 就是不论是在公平性或是安全性 或是选举一些顾虑上的问题 那同样的我们在学校也有办社课 那我们社课其实有很努力地在学期里面 把学校不同领域 资讯不同领域的东西介绍给 就是可能初学的同学 那我们会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就是用大白话 我们会一行一行地解说程式 然后跟大家讲说 这个东西很简单 大家不用害怕 那当然就是在整个学校来讲说 就是学校常常会发现一些资讯的事件 例如说我们都知道 学校常常会出包 或是因为一些资讯系统的问题 导致学生群的受损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跑出来 就是去帮忙去检验学校使用的系统 然后去阅读里面的程式 然后跟大家解释状况 然后再联合学生会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些东西听起来和资讯技术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到底开源是什么 那我想有一件很根本的事情 就是大家应该要思索的是 一般我们传统人员对资讯技术的理念 理解应该就是技术能力 你有能力可以做出一样什么样的东西 去把它实作出来 但是通常你有技术能力 如果你不去实践它的话 那就应该是算在理论的层次 所以如果你有技术能力 然后把实践出来 那就是黑客松 那相对来讲 我们知道台大的学权风气很盛 就是校内有很多异性社团 不论是性别或是社会 或是各个面向 那他们是在学生的权利意识上面 就是学权 非常有概念的 例如说像 如果今天学校的自助餐没有煮熟 那可能下个礼拜 就会发起全面的抵制 或是马上就会有 膳食委员会的学生委员 直接去关心餐厅 那这件事情在台大是还蛮常见的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和资讯技术做结合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们所谓的广义的开源 应该是要能整合 行动技术安全利益事 大家想想 就是我们平常在大学里面 就是我们大学就是很像社会的缩影 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学校里面 推行open source的技术 例如说我们和学校的行政去交涉 然后我们让学校行政 成功推行open data 或是任何开源 或是让学校开始意识到说 他们的系统有问题 我们要怎么改善学校系统 然后推行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很自然而然的 在整体社会上来说 例如说像我们在学校推广电子投票 那如果这件事情成功了 中选会是不是就开始关注说 台大三万人办成功了 他们用了这样的系统是开源的 那我们这个社会 如果到时候也要推行电子投票 推行电子公投 有没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来想象 就是学务长说过一句很有名话 大家进到台大来做什么呢 其实进到台大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可以参加抗议活动 话不是这样讲 是说我觉得大家进到大学 有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 是台大客人社想要完成的 就是我们平常在学校推行资讯技术 open source open data 这些都是资讯技术实践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资讯科技 去实作一样东西 然后解决我们生活问题 但是我觉得开源社一整年下来 我得到一个答案是 我们这群坐在 就是大家现在坐在现场的各位 真正能够改变社会方式 也正是open source 你有没有意识到说 现在你假如原本一份 大家看不懂的图表 你用excel 你用chart.js 你用任何的开源的library 把它视觉化之后 突然那些 例如说文法学院的同学 他们就看得懂这个图表 他们就可以分析 他们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们还有什么权益 要去争取 那同样的 当有一个校园计划 就是对资讯领域不熟的同学 想要推行 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思考说 学生的权益在哪里 那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们 那这是我觉得开源很重要的东西 那我觉得 那这个开源社在台大其实 应该说考进台大的人 可能对资讯领域有兴趣的人 要么就在资工系 要么对于实作有兴趣 然后就分散在各个系所里面 然后被系上的人当工具人 就说你好像电脑很厉害 可不可以帮我修修电脑 那我觉得开源社真正的目的 应该是聚集校内的这些没有人 然后到很多人 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说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在 开放原始码的这个大旗底下 去推行 去push学校做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台大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就是说比起其他大学 台大的学生比较凶狠 所以就是我们要去找学校 谈open data 学校不会装死 他愿意和我们合作 那如果这个东西成功推行 我们就可以 好啦 有点光环的 就是仗着说台大都可以推行 那其他学家要不要来一起合作 那我觉得这是开源社 可以推行的一个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开源的精神是分享 然后分享的主题是人 就是大家在研究技术的同时 你有没有关注到说 身旁周遭的人真的懂你在说什么吗 那像我在学校推行开源的理念 我又在法学院 那同学每个人都觉得 我在开着黑框框做着骇客技术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说 你正在做的一个东西是 为了学校的选举 或是为了学生的自知 或是为了你自己的兴趣 那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改变社会 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思索这个问题 那开源社还有很多可以讲的 但是open source还有很多可以讲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在学生与创新实作 这个Seekon主题底下 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的一件事就是 学生的权益 甚至我们以后整体社会的公民权益 应该都可以用开源来争取 那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 好 那我们这边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问题呢 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到台下找RS 那我们再次谢谢R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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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